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开始之前已经用微信给我妈妈发了一句 妇女节快乐 那今天大家其实也可以准备一个小礼物 去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礼物虽小 但是祝福是无限的 好的 那下面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 好 一位 哦 这个名字好长哦 D-R-A-G-O-N-F-L-Y 然后她说 欧娜娜姐姐晚上好啊 首先是祝你节日快乐 哦 也祝你节日快乐 然后其次是祝全世界的女性妇女节快乐 你们是最伟大的 没错 我真的觉得 就像我们的母亲啊 母亲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角色 然后还有就是 罗北发来的 妇女节快乐来捧场啦 谢谢捧场 然后小容妹妹爱吃虾发来的 在妇女节这天也来看看漂亮姐姐 谢谢 姐姐今天也要加油啊 加油 然后KKKK9927说 国际妇女节快乐呀 亲爱的们 真的 今天是个 其实我今天微博也有发这个 然后我说的是女神节快乐嘛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年龄小的 还是年龄大的 永远都是仙女和女神们 然后还有文娱说 身为一个女生 当然要祝全天下的女生们 都开心快乐每一天 欧尔拉姐姐也要开心哦 谢谢你也要开心快乐每一天哦 嗯 那接下来呢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到 警号1013 每条短信的通讯费用为50韩元 长的短信是100韩元 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tbsefm月动atgmail.com 或者下载TBS EFMAPP和我们互动 期待大家的参与 欢迎来到今天的TMI 今天一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周围发生了哪些大事小事新鲜事 大家可以把今天看到的 听到的经历的事情 统统发送到今天的TMI 期待分享大家的留言 那下面就来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听众发来了留言呢 首先是一位来自圆圆的 晚上好啊 我是圆圆 我来中国已经三个星期了 我来的城市需要四个星期的隔离 所以我的隔离也差不多结束了 隔离期间按照我的计划 过得非常充实 而且每天晚上月动首尔 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这次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 而只有第一次我一个人去外国 虽然只有一个学期 好期待这里的生活 最后能为我加油吗 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幸福 圆圆加油哦 因为我也是独自一人来到外国嘛 所以特别懂你的心情 希望你可以在中国度过一个 快乐并且充实的学期哦 嗯 然后接下来是一条韩文的留言 来自于 我爱你 真的谢谢 我正在最好,我感到很高興 但我感到很緊張 之前是 DJ但,但我感到很高興 但我感到很高興 所以我感到很緊張 我感到很緊張 我感到很漂亮 然后还有一位来自奶油妈妈的 姐姐的妆容也太好看了吧 有没有发现 就是今天我是把口罩摘下来 做的这个放送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今天白天 我有一个schedule 所以是就是在shop 在美容式化的妆 我想说 不能浪费这个妆容 于是我今天是 就是个人广播的时候 是摘了这个口罩 在进行放送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今天BlingBling的妆容 然后来自于ZZZZH 说的今天过妇女节 我妈往家里搬了 九只大梭子鞋 哇好羡慕啊 我们一家人吃了两顿没吃完 大家妇女节快乐 哇没吃完的话 你可以寄给我呀 开玩笑开玩笑了 然后还有来自于 SHOO的 谢谢 那好的 再进入这个 首先我要先感谢一下 大家的留言啊 然后大家每天的TMI 都可以发送到这个 警号1013 或者 那注名就是说 一定要注名哦 是今天的TMI 欧罗拉在这里 期待大家的故事哦 那在正式进入栏目之前 送上一首歌曲 来自于 空温扫牛的 Pause the moon 聆听电影感悟人生 欢迎大家收听月光影院 首先呢 请出我们的嘉宾 Drama 大家好 我是Drama 我今天跟Drama 是第一次见面嘛 所以很开心认识到Drama 因为今天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衣服为什么这么穿 刚刚有跟Drama解释 就是因为我今天穿了一身 全黑的衣服 但是我刚发现 我们的背景是全黑的 所以我如果全购了的话 我就只有一个头在这里了 所以我就是 我得穿着这个白的 但我穿着又热 所以我就现在是 这副德行 大家不要觉得我奇装衣服 实在是太热了 但是又不好意思脱 陪你一起穿着外套 等会就热了 因为我们这里是 很hot的气氛 对对对 然后今天不是说 我们的主题是这个影院吗 因为我平常其实也还蛮喜欢看 就是一些比如说 电视剧啊 电影的 对 你有什么特别喜欢 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吧 就是 我特别喜欢 就比起什么爱情剧啊 我特别喜欢那种 很热血的东西 就搞笑的热血的 就我最爱的动漫吧 就是海贼王 跟我一样 其实我们刚才是 刚才在外面不是就说到了吗 对对对 然后我好激动 没错 因为我真的觉得海贼王是一个 就是让你看 我看的一直会很感动 我也是 我基本上看每一张都会哭 对 然后特别的热血 是的 就感觉 哇 就是追梦 就是要这个样子追 是的 什么 他的台词是 你最喜欢哪个成员 都喜欢 都喜欢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取舍 就是除了海贼王 就他们这个船上的 像什么牢啊 就是 就是其他的 因为他们的角色都非常的丰富 对对对 我也是 就难得有一部动画片 每一个角色都特别的喜欢 对对对 就连坏人 他都是 有时候你都觉得坏得很有魅力 对的对的 哎呀 聊得有点远 突然聊到了我们喜欢的动漫 那主要是我今天是来讲这个影院的主题嘛 对 我想 那我们的Drama 可不可以给我推荐几个好看的电影 热血的 对 就剧情比较好的 搞笑 热血 让我想想啊 其实我以前平时最喜欢 比较喜欢看一些悬疑啊 破案类的 是的 是的 我也喜欢 然后就觉得韩国的就悬疑类电影 特别好看嘛 像那个哭声那种 对对 那个已经不是悬疑了 已经过于恐怖了 对 哇 那不行了 后面那个导演的 那个叫什么 罗宏正导演那几部电影 都是就是恐怖加上一些惊悚的那种感觉 都就很好看 就是我很 我其实看悬疑电影比较多 有一个就是那个 朴欣慧前面演那个 叫什么 就是传话 电话 电话 对对对 像那个程度就是 那也挺恐怖的 但是他没有什么鬼呀什么的 就我还能接受 但是哭声的话 我在看的时候 因为有鬼是吗 对 然后我是跟很多朋友们一起看 然后我们 有女生有男生 女生们大部分都是 啊 结束了没有 结束了没有 结束了叫我 叫我 就是大家都不敢看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也没想到 居然电影里面真的会出现鬼 因为我以为是破暗篇 后来看了就哇 好那个 结果发现真的是 对对 看完那个之后 回家的路上都会 就是非常的害怕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 大家不要害怕 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 不是恐怖电影 对 毕竟今天是3月8日 所以我们今天选了一部电影呢 介绍的是82年生的金志英 这部电影 我虽然没有看过 但是其实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对对对 就我没有看过 但是我听过这个名字 已经很多遍了 然后在中国也是 对 很有人气的一部电影 对对 那我们请Drama来给我们 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基本信息吧 82年生的金志英呢 是一部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 它是在2019年的10月份 在韩国上映的 就两年多前吧 由金杜英指导 孔有美孔留主 郑有美孔留主演 然后就看这个题目就知道了嘛 讲的是一个82年出生的 金志英 对 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对 哇那这两位主演 其实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 就孔留嘛 就是大家都知道鬼怪 鬼怪大叔 是的 谁不喜欢孔留呢 就是那个马东西的老婆 啊 对 就是他 他们两个反正合作了 这个82年生的金志英 应该是他们合作的第三部电影吧 就他们两个经常合作 就一听是他们两个就已经对这个电影 就升起了浓浓的兴趣 因为他们两个合作一种 他俩合作必出精品的感觉 是是是对 这部电影也是这种 反正我觉得特别的 算是精品吧 是一部精品电影 毕竟也是 我没有看过电影 都听过这么多次 这个名字的话 而且名字一听就是 82年的金志英 你就知道 他讲的是82年生生的金志英 我好像说了一句废话 但是他的名字 真的就是这么的严简易干 是的 我好像说不出 什么更多的形容词了呢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块 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先 然后再继续聊这部电影 歌曲来自于 Prubergan Sartunki的 Nabi Hyukwa 歌曲过后再来继续聊 好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歌曲 是来自于 Prubergan Sartunki的 Nabi Hyukwa 然后我听说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 是由一个小说改编的 对对对 那我们 Drama就是 原著有看过吗 我19年的时候 那时候上映了电影以后 就去 我其实特地看了一下小说 我现在其实记得 没有那么清楚了 然后但是 其实小说跟电影的话 会有一点点差别吧 小说好像 因为毕竟电影短嘛 小说更长 然后他就 一些删减 对 金之音小说里面 他可能从小到大的 更多的一些成长的经历 就展现出来了 然后电影的话 可能主要就是讲他 主要的 对 结婚以后的一些 困境什么的 对 因为我看我们的留言 就是来自于小陈的说 他还拿出原著 看过 然后恩恩说 看哭了 看哭了 哇 你们这样子 就是很勾气 我的好奇心 就是 哇 因为我觉得 如果看了电影之后 觉得对这个故事 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去 买一下这个原著 多多去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电影当中 金之音是一位 怎么样的女性呢 作为主任公 她其实就是一个 在电影里的话 大多数时间 就是一位家庭主妇嘛 可能三十多岁 就是在家里带娃 就82年 19年呢 是多少岁了 快40岁 反正就是这个年龄嘛 30多40的这个年龄 就是在家带娃 然后就是看起来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主妇 就是感觉像是 大家就是一般在街上面 会碰到的 对 因为可能韩国也是挺多 就是可能结婚以后 男主外 女主内 这种还比较多嘛 他就是算是代表了一部分嘛 因为这个金之音 他老公也不是说 很穷的那种 算是中产阶级吧 就是还可以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的 家庭主妇 这样的角色 对 就是有点代表 就是普罗大众的 对对对 感觉 对 那为什么就是会给主人公 取金之音这个名字 而且还要把它放在 这个电影的名字上面 以及小说的名字上面 其实就是 我们一听就知道 在讲什么 金之音这个名字呢 据说是就是80年代 在韩国就是 使用率最高的 一个名字之一 就是像 所以就是 他真的就是 非常非常普通 就是更加要凸现 他说是代表了很多 可能是80后的 这样的女性身份 就有点像我们在国内 比如说有 有一个年代 翠华 什么建国 志强 这样子的名字 对 怪不得 对 应该是这样子 那电影中的人物 其实也代表了 我们说刚刚说的 很多普通的人 那像Drama身边 就是有没有 就是类似的朋友 我想了想 我表姐 她也不能 不能说跟金之音很像吧 但是她就是 也是家庭主妇 就是她生了两个娃 然后在家 就是带孩子嘛 然后呢 我看了这电影以后 觉得还 还有一点点类似吧 但是他们 就会想到 对对对 因为她也就是 没有上班 然后但是 就是看起来 好像她不上班 还过得挺快乐的 但是因为是我表姐 所以有的时候会聊一些 就是更深的东西 就知道 哦 带娃其实也很辛苦 对 是的 所以说做母亲 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那好的 我们这个一部的时间 马上就要结束了 所以一部的 对 聊太开心了 一部的最后 就来听一下 来自于 就是 来自于 然后我们第二部 再见哦 欢迎收听 月动首尔第二部的节目 第二部 我们为您送上的 依然是月光影院 那收听节目的同时 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 警号1013 每条短信的通讯费用为50韩元 长的短信呢 是100韩元 或者加微信公众号 TBS互动和我们交流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哦 那欢迎大家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 我们周二的节目 月光影院 坐在我旁边的 依然是今天的嘉宾 张玛 大家好 我是张玛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 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 叫做这个 82年生的金志音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该了解一下 这个剧情了 那电影的开始啊 志音和老公中秋回家祭祖 然后这个时候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就是中秋节 就在韩国 其实和我们过年 差不多的感觉嘛 就等于说 电影开始 就是他们要过年回老家 一开始呢 就是说 要回丈夫的家 就这个就一开始 就好像有一点矛盾 因为每年都是回丈夫的家 但是也算是传统吧 就他们要到老公家里面 去祭祖 就是 然后呢 志音就是跟丈夫的妈妈 他们两个 就有点像快通宵 一直做很多菜嘛 就那种一桌的菜 就是都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女性在做 然后忽然之间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志音她 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是听着老公啊 还有跟那些家人聊天 忽然变了一个人一样 在说话 就是她其实那个语气呢 是志音已经死去的外婆 然后就用那个外婆的语气 在说 就是好像你们 对志音太苛刻了 什么什么的 就那样子 说了很多话 然后大家都有吓到了 就其实呢 那个时候 就电影也埋了一个伏笔 就是说志音病了 但是她是什么病呢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能要到后面 才会知道这个真相 我们这个里面没有鬼对吧 没有鬼 你刚刚吓得我说 这是有什么悬疑 什么俘身的吗 不是不是 这还是 那那那那那那刚刚吓我一条 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中秋节吗 然后中秋节其实在韩 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节目 然后在韩国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目 那在韩国中秋节会做些什么 其实我也是看了这个电影 以后我就找了一些资料 发现就是中韩 虽然说起来都是中秋 但是其实我感觉 我自己的认为是觉得 不是一样的节日 韩语不是叫trusor吗 对对对 就是秋夕 他们他们就是更多的 好像是就是做了一桌 有一定规定的那些料理 然后是要继组 就我看资料说 他们做的那个菜 也是有规定的嘛 还有就是继组的一些仪式啊什么 但是我们中国其实没有继组这样的 对我们是主要是吃月饼 对对对 所以我感觉从仪式上来看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节日 只不过因为都是农历的同一天 都是同一天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为什么 对 大家过的是同一天 怎么他们不吃月饼 对对对 我想吃月饼还得去中国街 就是传统上面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对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刚刚说到就是 她是跟就是男主的妈妈一起做了很多事情 对因为她是家庭主妇 对对对 那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其实就因为她男主也是 收入还可以嘛 算是一个中产阶级 对对对 所以就至于平时呢 就是带娃就可能做做家务啊 然后送小孩上了幼儿园呢 自己还可以在路边 就是可能喝一下咖啡啊什么的 但这样子看起来啊 就是就在职场上看起来 说我今天辛辛苦苦在外面打工挣钱 你怎么还大白天的在外面喝咖啡 看起来就 你看起来很闲 对对对对 就是之音有的时候在外面 其实会受到这样的非议 就是他们没有觉得带孩子很辛苦 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听起来好像家庭主妇 只是一个在花钱的角色那种感觉 因为我有就是之前 比如说看到 就其实我以前啊 小时候会觉得 好像妈妈带孩子 就只用送孩子去上学 对对对对 然后晚上再接一下孩子就好了 哦很轻松啊 我以后也要这样子 对就看起来好像是 对但是后来 因为我就是我虽然是独生女 但是我会有什么堂弟啊 表弟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我放假回家 会拜托我带一下子 熊孩子 哇真的就是 有时候熊孩子 你是控制不了他的 对对对 然后带他 然后事又很多 然后你看他讲理又讲不清 然后辅导他作业也是 明明对我来讲是一件很简单的 很简单 但是他怎么想都想得不通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脑力和体力的事情 对就真的挺难的 而且想把孩子培养好或者什么 都是 对 挺考验 对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是的 那然后他刚刚说到他结婚的 结婚后的时候 那结婚之前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结婚之前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职场工作的嘛 就是那个时候呢 他的职场其实就就也算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场人嘛 就真的是像大部分普通人一样 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有 就是有表现到一些 比如说知音他想要升职 想要做这个组长 但是呢 其实就是那个老板点名说 这个职位只能给男性 因为可能你刚结婚 或者你可能以后要生孩子 要生孩子要产假 对就是担心这些 然后就是说就没有这个升职的机会 然后呢他们电影里面还有一段情节是说 他们公司的厕所里面 公公厕所被装了那种偷拍的摄像机 就是他们知道了以后就很恐惧嘛 就甚至几个女性的职员都去 就是去找了心理医生啊什么的 因为不知道自己被偷拍了多久 对啊对啊 很害怕啊这样子 对对就是他在职场里也算是遇到了一些困境 然后后来怀孕生孩子就觉得这个 就是从薪水啊什么各方面 可能还是丈夫的更多一点 所以对就做了家庭祝福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先还是先聊到这 又到了这个听歌的时间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歌曲是来自于 Yun Mi Lai 的 Noe Ye Ki Turo Juke 您刚刚收听的歌曲是来自于 Yun Mi Lai 的 Noe Ye Ki Turo Juke 那经过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一些事情 然后好像女主她最后是决定这个重返职场 对因为刚才前面不是有提到她 好像病了吗 对对对对 一直以为她是不是产后抑郁症啊什么的 就是很奇怪因为在电影里面后来也展现了她又以其他人的身份 就是什么她的学姐就后来好像就像鬼附身一样 对那种感觉 就是以别人的身份来讲话 就是当时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了 但丈夫呢就觉得她可能是产后抑郁 就觉得就鼓励她就是回去上班啊什么的 就是在和其他人接触嘛 然后当时就是智英也觉得她应该要适时要工作 所以她就是决定要重返职场 对 但是而且那个其实电影里面就真的这个丈夫 孔有眼的这个丈夫也是一个挺好的人 她也一直在考虑要自己休育儿嫁来带孩子啊什么的 就很支持妻子的一些决定 对对对对 粉丝力尽 对不过就是到后来呢 她才就智英一直不知道自己有病嘛 但是后来因为一系列的有一些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她还是知道说 自己有的时候怎么会变成其他人 而且她一点那种记忆都没有 所以就最后呢 她肯定暂时还是没有回去上班 因为这个状态好像有点恐怖 就是对起来到底怎么了 她不能控制自己的现在这个状态 那其实每一个人的性格 其实跟她的原生家庭都会有些关系 那我们这个女主角 她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智英她有一个姐姐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 其实就电影里面有讲说 她生了姐姐和弟弟以后 就他们家也是想要个儿子 就后来就终于生到一个弟弟 所以他们家就 她的爸爸就是特别宠这个弟弟 然后智英和弟弟就 她自己有感受 就是爸爸就记得弟弟喜欢什么 什么自己就 就是没有弟弟那么多的爱 她会有一些就是不舒服 因为她也很喜欢爸爸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那些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 她病了以后呢 就其实也对智英很好 就是说家庭其实还是 还是一个比较温暖的家庭 但是在那个骨子里呢 又有一些就是 就是父母其实不是不爱她 对对对 还是爱她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 对对 很传统 对对对 有些传统 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 特别是电影里面 她智英的妈妈 就小说里面会讲更多 就是智英的妈妈 是更加在一个那种 重男轻女的一个家庭长大 对 原来是这样 那刚刚不是说到她病了吗 对对对 那到底是什么病呢 就是 因为不是产后抑郁症吗 对对 就是后来 就其实也是一个精神疾病 就是 但是呢 到就是电影到最后 也没有说这 到底是什么病 但是呢 智英她就是 知道了自己这个 就决定去面对嘛 她就 怎么说 就是后来发现 她就是 总是借别人的口 说出了一些 自己的心声 对对对 就是 自己就是生活有多苦啊 或者是看到了 妈妈的生活很苦 就说出来 可能就是 过于压抑 然后才这样子 因为平常太压抑自己了 很多 自己想说的话 但是 因为她的性格原因 没有把她说出来 对对对 所以 她 就是 很深层的内心 让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才把这些话说出来 对 哇 那真的是 就是 很辛苦 压力很大 对 然后我看我们的留言 都在说 就是说什么 电影在宿舍看 然后大家都哭成傻子 看到了 对 然后韩国 韩国就是 就是这个留言也是 大家看这个都是 当时我记得 我也是在电影院看的 然后 还就 坐在附近的小姐姐 也是看着看着 就开始抽气了 哇 突然说到这么 伤心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 先听一首歌 缓解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 斯波的心情 是吧 那下面来听一首歌 来自于 他比起的 这个尼恩发音好难 您刚刚收听到的歌曲 是来自于 他比起的 我有练习一下 这个尼恩的发音哦 那其实 在这部电影看完之后 就我们的drama 有没有什么 感同身受的地方吗 就 就是当时 19年的时候吧 因为电影是 那个时候上映的嘛 其实 就是 那个时候 我就看了电影 其实印象 最深的是 他里面讲那个 more camera 就是 隐藏 对 因为当时好像 正好韩国有 这些新闻也有出来 当时 我虽然没有真的 就是实际上 应该没有遇见过 但是 遇见过也不知道呀 就觉得好恐怖啊 因为确实就是 比如去咖啡厅啊 什么的 上厕所 就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是的 就觉得 就是在外面 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 我觉得不管是女性 还是男 不管是女性 还是男性 大家去一些 比如说厕所啊 或者是住酒店 这种比较 个人的 私人的 要有一些保护的意识 对对对 我经常有在网上看什么 你去到酒店 如何检测 这个酒店里面 有没有隐藏摄像头 什么的 这个好恐怖啊 对 因为我听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发生的 离我们很远 但是有一些 博主啊什么的 他们测评 就是我们随便去个酒店 真的有 真的就是进去之后测 真的会测出来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不是你觉得远 而是可能就在你身边 但是你没有发现 没有意识 对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紧张意识 对对对 有一些 也是大家网上搜一搜 然后查一查 安全 进酒店之前 先查一下 然后再住 如果你查到了 你就要告那家酒店 记得报警 对 是的 因为非常的不安全 这个侵犯到了你的隐私权 对对对 是的 那电影中还有很多 这个很感人的情节嘛 那Drama你觉得就是 你觉得最感人的 当时其实对我印象最深的 因为可能我就 因为年纪也没有到 金志英那个年纪 是的 当时我最感动的 其实反而是看 志英跟妈妈的那个互动 就是看到志英的妈妈 她的妈妈不是 就生活的那个年代 会更加的重男轻女 而且她 就是电影里面也讲 她妈妈是 就是小时候 她自己不读书 为了供 就是妈妈的弟弟读书 然后出来 工作啊什么的 当时 虽然我妈妈也没有这样 但是当时就是 看来之后觉得 妈妈很心酸 很苦 特别是后来她 养育志英 也是有一些 就是她又希望志英好 但是呢 又有一些可能 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 带来的一些 就是可能算是 比较传统的一些思想 对对对 就是当时就很心疼 就也很心疼妈妈这样的 因为你不能说 妈妈不爱你 妈妈是爱你的 但是可能因为她 妈妈在从小根深蒂固 接受到的一些思想 导致她的行为 是这样子做的 对 然后我也觉得 志英的妈妈就非常伟大 因为最后她 就是也说出这种 鼓励志英 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是的 说到就是志英这个职场的 我看到我们这个留言 有说就是 这个就是人生的选择 然后选了承担后果 没有说哪个选择更好 每个选择都不容易 生活本来就这样吧 哇真的是 确实是我们人生 会面临很多个选择 对对对 你有时候会想 是不是我当初 要是选这条路 会走得更好 其实每条路都一样 对对对 对 因为走这条路的人 是你自己嘛 所以什么结果 都是你的行为造成的 就只能说 不管选了什么 都要好好的 对对 坚持下去 对对自己做的这个选择 负责了 然后好好走下去 鼓励一下 我们现在不管是 在工作的 还是没有在工作的 是养孩子的 还是没有在养孩子的 对对 都要加油的度过每一天 对 是的 然后我们今天 就是说到这个 82年金志英嘛 那有没有一些 同类型的电影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推荐一下 觉得女性电影的话 嗯 我之前看了一部 叫什么 很经典的一个 叫末日狂话 末日狂话 哇 这个名字非常帅哦 几十年前的电影了 但是就真的很帅 也是有一种 说要女生 就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去追求自由的那种感觉 看的还挺燃的 对 如果 因为我看很多留言 都说看着会哭嘛 如果大家看这个哭了 马上去看一下 这个末日狂话 让大家 哦 好 爽 对立马就是让自己的心情都变好 好一点嘛 对 是吧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电影 对 82年生的金志英 那也辛苦我们的drama了 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辛苦你了 让我也了解到 虽然没有看 但我现在了解了很多这个电影 对 然后那我们下期就再见了 下期见 嗯 拜拜 拜拜 那送走嘉宾之后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 歌曲来自于 Oxantar B Sukueso Onerdo 好 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月动十二 也要接近尾声了 节目的最后 想为大家推荐一首 我最近啊 非常喜欢的歌曲 虽然是我推荐的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 但是歌曲的歌手名 真的很难读 我要是读错了 大家不要怪我 我慢慢的读哦 歌手是 Sarren Mirrors 和Tomorrow Oppire It'll Get 的PS5 真的是有非常好听的歌曲哦